! 大家好 我是Mozca 這是我現在拍的第二支的MV 《早晨瑜伽》 《早晨瑜伽》這首歌其實起因 是因為跳舞這件事情 還有運動這件事情 像歌曲方面 我用九年年代八年年代那種 old school poppin的這種音樂 因為對於我來說 天啊我是我的人生中 其中一段的經歷那時候 九年年代出舞非常的盛行 街舞那時候很多人 都在中正經營航跳 包括我現在一起拍影片的Dancer 都成那個時候的老朋友 即使大家現在已經 都有各行各業 都成家立業了 但是他們還是一起的回來 這時候還特別的找到 找小S來一起合作這首歌 那為什麼找小S呢 因為小S對我來說 因為她漂亮了 然後又會跳舞 所以不知道她找誰呢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大麻鬼才 花明志來拍這首MV 因為我覺得她長得好看 我自己個人喜歡她的長相 雖然有點無理奇怪 但是我就這麼覺得 也許花明志可以拍出 不一樣的Mazka 像在這裡面 我就第一次跳舞 信給她了 就在MV裡面 雖然跳得不是很好 是很好笑 但是只是一個回憶 一個過程 然後故事在說明就是 結完婚後啊 即使已經變成大樹丹 對於曾經那種輝煌跳年代 還是有點遐想 還是會去懷念的 然後還安排了一段 那你嘎 我覺得非常好看 非常好笑的一個MV 然後在這MV裡面 呈現給你一個 不一樣的Mazka 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學著MV一起跳 動一動 運動對身體挺好的 尤其過了三十幾歲以後 哈囉我是小S 哈囉我是Mazka 哈囉我是黃明志 黃明志應該比較陌生吧 因為他不紅 可是他很有才華 他是這支 這支 這支MV的導演 早晨瑜伽 為什麼他有英文啊 感覺比較國際化的 Yeah 我是小S 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然後這支MV 導演當時是 想了很多 就是我要穿的 那個主婦的服裝 還有瑜伽服 然後還有跳舞的衣服 在拍攝MV之前 我們剛好在一個Party遇到 我就鄭重的警告他說 導演 下午四點要讓我回家 然後他就開始眼神閃出 我說 然後我就裝飾演 然後就走掉了 對 然後現在時間是 傍晚五點半 我還在這兒 而且穿成這樣子 你覺得鄰居偷看一個女生 然後最後坐一家的時候 穿全身緊身衣 感覺不是很像十八童人嗎 不會不會 我要看 我就要看這種的 你看到這種你會興奮 會會會 沒有沒有十八童人 賺看十八童人 真的 會不會很像金蟲啊 我現在 因為他們剛才就有人 有人問我說 請問最太是生男還是生女 然後我就說應該是生女兒 我說因為我今天比較那個 困 金蟲的力量沒有很強 我覺得只有這首歌 只有她可以能夠嫁一點 拿起來錄音室的表現 覺得很不錯 我覺得非常自然啊 我就是要這種感覺啊 可是如果當時 就是蔡依林也想說 Mazuka我要跟你合作 你會選我跟蔡還是蔡依林 還是你 我跟阿妹 還是你 我跟你老婆 還是你 蛤 蛤 蛤 我就覺得腦子第一個想法 傻 就是她了 沒有了 上 傻 喔 對 一個音效 因為我會答應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他們說 Mazuka想要邀請你跟她合唱 我就說無論如何 我都要去 不管我多忙 因為Mazuka是我覺得 雖然她的外型 不是那種標準的帥哥型 可是她唱歌的時候 你真的會立刻愛上她 我想上 他 所以跟她合唱 我覺得非常榮幸 平常拍MV 可是接到 小S姐要拍MV 我就有點緊張 我年紀有比你大嗎 應該差不多了 你幹嘛叫我小S姐 小S妹妹 對啊這樣我聽得比較開心 就有點緊張 因為聽說還蠻難搞 是聽說 OK一切都是聽說 結果 結果怎麼樣 沒事沒事 沒事你去講實話啊 就是家裡有Baby要顧啦 就是壓力也蠻大的 我們要體諒 因為我就跟導演說 導演我五點半一定要離開 然後剛剛她說 最後一個cut 可是我回去的時候 我女兒還是很清醒 就是我還得回去面對她們 然後導演眼神就開始飄 對 然後我說沒有 我只想要讓你知道 什麼叫做機車的女明星 運動真的很重要 就是有三件事女人一定要做 就是要大量的喝水 然後還要大量的把水 排住你的體外 就是靠運動 然後保養品要選擇對的 幼稚一點 瘋狂一點 會看起來比較像小孩子 早晨瑜伽 我去瑜伽 瑜伽瑜伽 頭上的瑜伽 好早瑜伽